在高雄举办的第七届台湾国际文身艺术展 有来自台湾、美国、日本等13个国家 200多位优秀的刺青师傅参加 其中黑白大组项目冠军 是由南投市25岁的刺青师傅林佑浅获得 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接触刺青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 参赛4年之后终于获得冠军 纯熟的技术也获得了肯定 典型主持帮我们来制作的奖牌 还有我们的Bug Tattoo的赞助品 还有我们的无尽文身的这个 这个人来看一看 Bug Tattoo不要跟他碰到 OK 好 上升 鼓励 耶 连续4年参加台湾国际文身艺术展 来自南投市的刺青师傅林佑浅 总算在这一次的黑白大组项目中 得到评审的肯定拿到冠军的好成绩 这次比赛拿第一名也很惊讶 林佑浅的顾客后来成为好朋友 也因为信任林佑浅的功夫 决定帮助他圆梦 让痴情作品在他背部呈现 最后能够拿到冠军 也让真诚者感到相当的荣幸 就是从他的作品里面 有看到他追求自己的梦想 很自我那样子 过程虽然很痛苦 但是还是都值得吧 不管说有没有得名 林佑浅接触刺青已经有9年的时间 全靠自己买书 买工具 研究练习 无师自通的刺法 与自我的坚持 终于让他在参赛的第4年 拿到了冠军 从国中就开始 一开始就是 同样也是家人反对 反对我也是我的坚持 坚持 所以一直走走到现在 现在都有得奖了 家人还有亲戚都会认同 反正理由就是 这次是买书 但是现在让他们知道 刺青不是买书 每个比较 现在比较算艺术 没数比较早 接下来林佑浅 可能会继续前往中国北京 以及德国柏林等等国家 参加各种世界级的比赛 希望可以观摩其他国家的高手 增进自己的实力 抱着奖杯光荣回家